我是帥哥,我是美鳳西雀,AKMCG,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誒,剛剛美鳳那個是劉謙還是小鐘啊? 我們不要探究這問題好了 好好好 magic, old school 好的,我們今天要幹嘛呢? 隔了一整年,我又想起了這件事情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冰沙杯配酒 簡單來講就是如果你有看我們去年整整一年的那一集的話 我們今天將會推薦給你五種,預計是五種 我希望我都買到我試過的那幾種冰沙杯的 五種冰沙杯加上便利商店的酒 怎麼樣可以好喝呢? 那我們先去採買,採買完我們就在路邊執行 給大家看五種,我覺得不錯的配方,Let's go 所以老大,你今天酒也是在這邊一起買 對,我們酒都是便利商店,因為我們叫便利商店 而且我們上次會帶薪,我們上次跟野哥合作 這次沒有野肥,這次就是我們去挑了幾種在便利商店可以買到的酒 然後我們就直接賣 漂亮喔,所以現在要去全家嗎?還是Seven? 剛剛是Seven 剛剛是全家 對不起 我們要去仙門 仙門 好,我們去旁邊公園吧 欸,我不知道這東西原來這麼難買耶 我路過的我都有看到,結果我們剛剛在另外一家沒看到 所以我們又換個地方 我們去公園吧 我們再去路邊吃吃喝喝 好,我們排好了,那我們今天會推薦五種給大家 那這五種,有的輕有的重,我覺得就是看個人喜好 第一個就是,基本上在這一年最多人跟我講 就是酷冰沙的羊汁甘露 羊汁甘露大家應該都吃過喝過吧 你說那個像香港的點心 對對對,粵菜的那個羊汁甘露口味 然後,所以它基本上就是有很多水果啊,芒果啊那一類的果香氣 那這個我覺得非常適合搭清酒 它這個東西已經有留過空間要給你做操作了 就是我們剛剛又遇到跟店員就是又有一樣的問題說 欸,你什麼都不加嗎? 我說對,我什麼都不加 我只要拿冰杯一種就好了 一樣,整瓶,下去 然後記得齁,如果你真的要在便利商店 不要忘記就是戴著色帶 不要忘記我們上次齁,大家有記得一個方法嗎? 上次有教大家什麼方法呢? 捏的 沒錯 因為它這個盒子是加後過的 所以基本上啊,你久倒進去,蓋子蓋起來,捏一捏 平均的捏 捏散它 這捏時間 偏長 那你蓋子記得要蓋喔 你沒蓋蓋子的話你會很挫塞喔 好,我覺得可以了 多有預感啊 基本上我今天推薦的五個 這應該會是最多人喜歡 它最沒有疑問,最輕鬆 你自己喝一口看你就知道 這兩個我去甜甜甜點到的一個 對,它非常的平易近人,可接受 好,這就是第一個 楊枝甘露加勤酒 那我覺得這個非常簡單 這也是給初學者 如果你覺得你想試試看的這個系列的話 除了第一集以外 第二集我覺得我最推薦是這個 因為這個楊枝甘露是這一年推出的新口味 我覺得它加新口是非常不錯 好,我們下一個是什麼呢? 下一個我們來試 稍微 比較簡單一點點 是我們的黑旋風 黑旋咖啡 因為剛剛正常楊枝甘露 那個中間應該有一個洞啊 可是我不知道它的洞去哪裡了 這洞大喔 這一次的黑旋咖啡呢 我們會加清酒 這樣會不會太大杯啊 清酒沒辦法全倒 主要是因為清酒的最小瓶就是這個大小 清酒進去以後啊 大概七分滿八分滿就好 因為你還要留預留可以壓的位置 一樣,蓋起來 好,來 它好像比較好捏耶 對 剛剛的楊枝甘露比較硬 這個比較輕鬆一點點就捏開了 我覺得第一集我們沒發現這件事真是個敗筆 第一集我們用鑿的 可是你看,這樣子 人整要成長了對不對 你看,你看 讚喔 好討厭 沒什麼好吃的 這我想喝喝看喔 這一定很好喝 而且重點是,清酒的味道也還在 它也是有清酒的香味在 雖然說我們用的是很便宜的清酒 但它還是會有清酒固定的味道在 就整理來講 它有一點巧克力餅乾搭上去 我覺得是 我說為什麼你會頭痛啊 因為它冰沙感總會用咬的 對 而且你會 很想要喝很大口 如果你沒有喜歡水果的話 我會推你今年黑旋 配清酒 如果你喜歡水果的話 我會推你楊枝甘露配清酒 兩個基本上都算很簡單啦 然後第三個 剛剛的這個東西 酷冰沙是全家在賣的 這三種冰沙的都可以在全家買 幾筆的呢 我就會做一些比較特別的搭配 椰格 幫我開 好 椰格 椰格呢 我會配 幾筆花生口味 椰格的100ml剛剛好 因為100ml進去大概半碼 我覺得差不多 捏起來 捏起來 它感覺更軟耶 而且花生啊 跟野格的顏色很搭 我覺得它並沒有太多衝突 然後上面多了一層比較濃厚的 浮原花生醬之類的 這看起來超讚的 但是這個 下去的酒味 比較濃一點點 主要是因為野格的 跟花生搭起來後 它會有一個固定的 我覺得會判定在酒精的味道 沒有不好 我是喜歡的 然後 因為這喝起來很冰很甜 喔很爽 喔這真的很爽 但這個酒味比較濃一點 對不對 感覺超爽的 可是我很喜歡這個耶 這因為你習慣重一點的味道 那如果是 前面的清酒跟黑炫的話 我覺得是 再輕一點 目前我們123杯 我試過的狀況下 正常我推薦的順序就是 照我們今天介紹 123 你喜歡最輕的 水果味重 就是清酒洋枝甘露 然後你喜歡 中間一點點 帶甜 然後冰涼的 經典黑炫跟清酒 那這個呢 吉比花生酷冰沙 配上野格 是味道再重 再甜一點點 但 我覺得很爽 這個比較適合單喝 因為它味道很重 前兩者 我覺得都是可以配東西的 可以邊吃零食 或者說你 你可能 剛喝完其他的酒 中間想傳 都可以喝前面兩種 再來呢 兩個呢 基本上算是有點偏硬上 但是我覺得也很適合 一個是 是森永牛奶的聖袋 那聖袋上面本來有一個空間 也可以加酒 然後我選的是 Burbon Whiskey 為什麼我會選Burbon Whiskey呢 因為Burbon Whiskey裡面 本來就很容易有 很像玉米啊 奶油啊 糖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配Burbon Whiskey 在森永牛奶糖的冰裡面 是非常適合 合適的 它主要就是這樣 它不用太多 這個就是淋上去用配的 我彷彿回到了避世酒精 好讚 直接飛到台南 我自己會加多一點 你們大家佐亮就好 皮爾來試一口看 非常合理的味道 就是因為 森永牛奶糖 本來就是個很甜 我覺得它去撞任何一種Whiskey 基本上應該都沒問題 只是我今天選Burbon 直接胖爆 好 這真的胖 只是第一個跟第四個 兩個是不能 比較不能用喝的 它們比較像是用瓦的 那二三兩個 黑炫跟 橘皮花生香 是可以捏捏捏直接用喝的 所以我覺得方便度 兩者有稍微有點不同 但是我覺得味道來說 都是我滿喜歡的 我覺得是做的 最後一個 小美鑽石冰冬瓜茶口味 好吃 最後一個呢 不瞞各位說 為什麼我們剛剛找了那麼多店 因為我找不到 我就沒有要買了 這個是我剛剛第一次買 第一次吃的 還真好吃 呵呵呵呵 我剛剛還沒吃過啦 所以最後一個的這個小美 是比較實驗的 因為我們原本要買 暴走族的烏梅剉冰 但因為不知道為什麼 全天母的Seven 沒有賣這個 但我在新衣區有看到 所以我們剛剛臨時 我就想說 那我還是找一個 因為我還有買了一個酒 要來試 是買了是美酒 所以我們就看到了 小美這個鑽石冬瓜茶冰 我們想說 這應該是會 不錯 因為它上面還有檸檬 雖然說 最後這個啊 有點違背我們的那個 冰沙杯的 呃本體設計 就是要方便 但今天回來真不賴 很不賴 是 配美酒算是非常棒 很清涼 很清爽 該有的美味在 搭配上冬瓜跟 檸檬冰 整體來講 消暑 聖品 雖然說是我本來發現的 下幾節 欸你吃掉換一半的 欸這冰真的超好吃的 我是說 單論冰本體 是冰本體這東西超好吃的 而且這個是 這個白色是檸檬 我等一下買一些回去放 我很讚 而且那裡底了 這完全是我發現 好 我們今天推薦的五種 第一種是 楊枝甘露配上勤酒 第二種是 酷冰沙黑炫經典 配上清酒 然後第三種是 極比花生醬 冰沙杯配上野格 第四種是 森永聖代 配威士忌 第五個是我們 偶發性試驗出來的 是 小美鑽石冰 冬瓜茶冰 葉子葉子沒事 我以為是耳朵 笑我講 我以為我吹死掉 冬瓜茶冰配上美酒 我自己私心試過都不錯 但我最推薦你們嘗試 而且最符合我對 這個系列的要求 就是一要方便 二要簡單 三取的要容易 是 酷冰沙的三個商品 楊枝甘露 經典黑炫 跟幾筆 我自己最推幾筆 幾筆配野格 是我覺得 最棒 那 也有可能會 取代我原本的 維斯基冬瓜茶 成為我的 野餐 演唱會 飲用聖品 最後 銷唷一下小美食品 幹太好吃了 哈哈哈哈 但跟這一集 我們沒有實際關聯 好啦就這樣 但記得如果在便利商店的話 最後大家垃圾什麼東西 記得都要收好 椅子有張 記得幫人家擦好 在外面 不要造成這樣的困擾 自己做的垃圾 自己帶走 好 如果你喜歡這句話 不要忘記分享個讚 去我們分享中心 我們的影片 如果你有吃的喝的 搭配的有趣的便利的方便的好玩的 歡迎來信 來信跟我說 下次見